本频道是新开通的频道,专门深度剖析一些热门事件 昨天我们谈病毒话题不如对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的关注度 所以今天继续谈秦刚相关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本频道 昨天新增的关注只有88位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1000位 您的关注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在美国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谢谢大家 傅小田最近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他的财富来源和生活方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迹象和线索 傅小田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 他的工作经历显示 他在媒体行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专业能力 曾任香港凤凰卫视首席记者和站长的他 负责报道英国及部分欧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新闻 他还担任过特派记者和现场观察评论员 参与报道特别新闻事件和大型国际会议 这些角色表明他在媒体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人脉 傅小田的出行方式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有证据证明他乘坐私人飞机而非商务航班 此外 他在照片中的身份增加了说服力 因为他在美国的照片中与秦刚一起露面 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大量的照片和动态 展示了他的奢华生活和与各界名人的互动 这些展示表明他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子和与高收入人群的联系 此外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庞大 这也暗示着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傅小田的豪宅和私人飞机也是他财富的明显象征 根据房屋网站的信息 他在南加州拥有一处价值1400万美元的豪宅 这个豪宅目前处于出租状态 每月的租金高达6万美元 这表明他有能力享受高端生活和投资豪华房产 而乘坐私人飞机旅行则暗示他具备出色的财务实力和独立的出行方式 此外 傅小田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以他的名字建立花园的事实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虽然这项荣誉通常是给予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或者是有重要捐款行为的人 虽然这并不能直接说明他的财富来源 但可以推测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剑桥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 对于傅小田的财富和背后的故事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和信息来得出确切的结论 媒体报道和公开信息只能提供一些片面的线索 而他的真正财富来源可能更为复杂 傅小田1983年6月12日出生于重庆 傅小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注意 不是北外 也不是二外 获得了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在北京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第二学位学士 之后 傅小田远赴英国留学 2008年 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教育学专业毕业 获得硕士学位 2009年 傅小田加入香港凤凰卫视 驻英国伦敦记者站 后任首席记者及站长 驻伦敦期间 傅小田负责英国及部分欧洲地区的政治 经济新闻报道 工作内容及外联 彩编 播报 及时正点评于议题 2011年 两度前往利比亚 进行战地报道 2012年 傅小田调入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升任高级记者 他多次前往世界各国 担任特别新闻事件的特派记者和大型国际会议的现场观察评论员 然而 傅小田的英文表达和采访风格引起了一些争议 虽然 他在英语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但有人认为 他在采访中的表达含糊不清 不够专业 这引发了对他在剑桥大学的学位 是否仅凭捐款获得的质疑 傅小田的英语口语和写作都是 不怎么地道 他的风度也不太正派和严谨 有些故弄闲虚的感觉 相貌虽然不差 但是没有什么特色 格调也不贵 他的节目看起来也就一般般 水平着实有限 不知道名声怎么攒起来的 不过 作为一个电视台的专门采访领导人记者 和部门负责人 沾了光不少 如果看看那些装腔做事的观念和样子 那种先生夺人 咄咄逼人的风格 不是涵养深厚的孔蒙后人的格调 对于傅小田的财富和背后的故事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猜测和揣测 一些人认为 他可能受到国内或国外的支持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他可能与情报机构有关 然而这些只是纯粹的猜测 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 在分析傅小田的生活和财富时 我们必须保持客观和谨慎 媒体报道和公开信息只能提供一些线索 但要完全了解他的财富背后的故事 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和信息 傅小田的生活方式和财富水平 显然表明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 但具体的财富来源和背景仍然存在许多未知因素 我不喜欢傅小田 因为他有一个最不好的品质是 受不得苦 据说当作间谍抓起来 还没有大动刑法 他就成了软绵绵的一个趴旦 招供出卖了自己的心上人 否则秦刚不是那么容易的暴露 当然 也有另一个可能性 即秦刚完全是误伤 一个高调的女人成了网上的靶子 某些人闲来无事 就很容易把和秦刚相关的女人找出来了 这样无辜重担 躺着重枪 所以除了看不起这个女子之外 好有些替秦刚报屈 而且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大丈夫秦刚怎么就在这么一个小帆船上翻了 一点阶级斗争的觉悟没有吗 你在中美关系上的能力证明 你可以做点大事 不要在儿女情长方面过多的耗时 根据傅小田近一年半的可见微博内容 他的活动时间现如下 2022年2月14日 洛杉矶 2022年3月20日左右 在华盛顿进行采访 两三天内播出 2022年6月 返回中国隔离 随后飞回洛杉矶 2023年3月4日 儿子金额尔不能按一些网友的翻译秦二 以Google翻译为准 出生已有100天 表明金额尔的生日为2022年11月24日 至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为何在傅小田33岁的时候 为他建造花园 官方资料显示 他2008年从剑桥大学毕业 丘吉尔学院从2016年开始 为他建造花园 2019年就完成了 这个进度确实是挺快的 官方新闻稿称 该花园是傅小田捐款修建的 但问题是 作为一名新闻主播 他的捐款资金从何而来 当被问及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 新闻 政治工作的女性 是否感受到反差时 傅小田回答说 作为双子座 她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 和不肯等待的心态 这促使她主动出击 追求人们不理解的事实 只有进入这个行业 她才能近距离见证新闻历史 获得第一手资料 她也像大多数女性一样 关注时尚 但这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调味料一样 无法培养她的品位 也无法成为她寻求征服的领域 傅小田还表示 她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所以 她最认同的职业和身份 就是记者 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和爱情观 傅小田对法国人 无忧无虑的天性 表示钦佩 无论已婚与否 法国女性始终被视为 精致和优雅的象征 独立规划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 傅小田曾经向一位法国同事 询问过此事 这位同事 有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儿 当别人担心她女儿的婚姻时 她惊讶地说 我女儿现在很受欢迎 为什么要结婚呢 傅小田很欣赏这种独立 自我享受的态度 然而 回到香港后 她对那些不断谈论婚姻和男人的女人感到不认同 细心或懂意的网友识别出傅小田在微博中显示的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 可能是比较长时间的产后抑郁症 这些至少说明 傅小田为了生下秦二郎付出了代价 因为生下吴爸爸认领的孩子 她的压力山大 从而导致深度抑郁到必须吃药 她曾经想停药 但是效果很不理想 必须继续服用 直到回国前才在努力停药 这些要是非常隐私的信息 她却以这样的方式公开在微博中分享 这是什么心理 难道她想告诉大众自己对待精神疾病很坦然 还是她要秦刚知道自己为了生情二郎所做出的牺牲 她几乎是躁狂般的曝光隐私 似乎又是与抑郁症相比的另一个极端 让人想到我不好说的其他诊断 无论让秦刚复职或离职 猫儿的日子都不好过 但是秦刚太太在此事件中是最大的受害者 根据各方的信息 秦刚很有可能是傅小田孩子的爹 至于她是否因为这个婚外情被免职 应该不是 秦刚丢关的原因恐怕与外交理念与方向有关 她与前驻日大使王毅骇国的战狼外交完全不同 从她在美国各地的访问看 包括去南加州我们访问过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演讲 到我们ST Lewis Cardinals职棒球 以及在NBA投中篮球 他是中国主张与美国友好的人物 在这种派系斗争中秦刚失势 压倒她的可能是欧盟最近专门因为中国开了两天的会 欧盟决定全面道向美国对华强硬 这彻底激怒了中国皇帝 转道责怪他的外交团队 当时中国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攻关那么成功 以为他会在欧盟拥有影响力 但是皇帝又失散了 欧洲与美国无论在意识形态与血脉都是一体的 这由以始终遵循丘吉尔教导的英国为甚 现在欧陆大国特别是德国都做出了历史性决策 那就是跟着美国走 根据傅小田在Instagram分享的照片 他在2022年2月份是陪同秦刚访问南加州的 当时秦刚去了尼克松图书馆和阿克拉发表演讲 据说秦刚当时在南加州停留了大概半个多月 就在傅小田豪宅的咫尺距离 这些日子里秦刚干了什么 对手应该是很清楚的 因为他拥有外交官的限制 不能随便离开规定地点去私人场所的 不然必须报美国方面批准 况且他也有司机陪同 傅小田的这句Historical day to us 隐藏了太多的含义 这us是指他们俩还是中国人民 传说周永康在被抓的前几天 还与央视某女玩车阵 另外 传说中的傅小田所拥有的是 代孕婴儿也不正确 因为有照片显示 他于2022年6月在国内出差时的怀孕照片 他使用帽子遮挡了一下 傅小田很喜欢在网上留下痕迹 现在全网都在根据这些证据 重现他在关键时刻的人生路 传这些发现的朋友都要说一句 实锤证据来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记得加关注 谢谢大家